当时,居静一也是偶像女团出身,在组合中由于太过出众,个人资源越来越多后,开始单非自己发展。 笑片中,居静一依然是一身粉嫩少女式造型出镜,一套羽绒服式小香风套装,加上粉色系的妆面,整个人看起来温柔气质风十足,自身的居静一肤色也很白。 这种亮色显黑的衣服,居静一都能轻松驾驭,甚至会更显白一点,光看这一身造型就很漂亮了,但在工作时间,居静一要坐在镜头前,而且套装下的短裤又短,这样就会不太方便,甚至会出现一些有点尴尬的画面。 但居静一在坐下后,双手的一些摆动动作做得非常及时,看得出来,它是如何救人的,值得全往女生学习。 到了正式开场时,居静一才反应过来,双手并拢,直接放在大腿上,必须说,居静一这种坐姿,确实值得女生们去学习。 特别是在穿短裙的时候,能很好地提升自己的气质感和理解感,但以前穿着短裙坐着时,居静一多数时候,会选择用毛毯盖住腿,比较保险。 尽管居静一出道走红后,遭受了相当多的嘲讽和责骂,但她在面对工作时的一些表现和认真态度,这一点,还是找不到任何毛病。 居静一是一个比较矮小的女孩,所以生活中大运势穿搭,最显得比较长的服装运势,所以,看到她穿短裙短裤的时候,就会多一些,但是,居静一本身的外貌和气质,也是比较复古可爱的类型,这种风格的穿着也很适合她,像居静一这样,外貌和气质都很好的女生。